我來自湖南,是一個非常地道的鄉妹子 食物攝影師和食物造型師其實算是比較小眾 月薪不定 比如說這個月拍攝多的話 可能就好幾萬,十萬都有可能 如果說這個月沒有活的話 就寧 其實這個作品我當時給他們起的名字叫 他們三個好像發生了點什麽故事 三隻不一樣,顏色的雞 一個是黃色,一個是白色 然後一個是烏雞 像雞頭,像雞關的那些地方其實很好看 那個腳枝下的顏色還自帶紅色 有兩隻雞在七七思雨 有隻雞在看他們 給人那種慵懶和優雅的感覺 畢業之後做了一年的UI設計師 姑娘網的人是不睡覺的 我是非常討厭加班的人 當時其實是完全裸辭的 最開始我做攝影只是我一個愛好 食物它的顏色和它自帶的那種生活的氣息 你看到他們你就會覺得生活非常的美好 用我工作一年的積蓄 交了學費,然後買了相機 我就去了電影學院去禁修了大半年 當時我媽真的不理解 所以她現在看到我拍食物 我做出一些成績之後 她自己做菜的時候也會說去加一些什麼點綴一下 經常去菜市場去挖掘一些這種有趣的食材 秋冬這個時候 黃豆豬手湯特別適合治於人的胃 老闆,你有主題嗎? 有 好緊啊 不要兩個了 我第一次在菜市場看到豬腳的時候 我就覺得它特別肉肉的,非常可愛 謝謝 那黃豆又是黃灿灿的 我想在這個上面就做一個幽默的拍攝 豬蹄它可能是一種手磨 黃豆可不可以做成黃金的那種手鍊啊 戒指啊什麼的 我看到石榴擦進剔透那種感覺 我就能聯想到紅寶石了 把它們包下來 然後就造型成為耳環的感覺 然後比如說看到荔枝 我就覺得它們就像珍珠 把荔枝串成珍珠的樣子 然後還找了我一些同事朋友 配戴這些食物做的手勢 對一個肉的最高級的愛是怎麼去表達 那無非就是說 我能坐在一個肉的椅子上 然後看著外面的風景 聞著肉香 我就是把羊肉做成了一把椅子 然後右邊就是我在旅途中的一些風景照片 我最近拍的那個食物造夢戲 甚至收到了20多萬的贊 當時是去農村把這些知曉農產品 然後去做一些食物造型 變成了書包、籃球 然後變成一些帽子 所以對於小朋友來說 你賣2.5公斤的紅棗 你真的就是能幫助他們去買到一個書包 大家不僅僅只是喜歡看好看的食物 想要看食物呈現一些新的力量 然後去幫助到一些人或是事